哎呀妈呀 你来了 自拍对口询 这么吵你敢吗 熬醉的 开的 穿越的 摇滚的 热倒的 快把你的视频传过来 我们要找的大明星就是你 扫码扫码 哎呀妈呀 你来了 综艺主持人 招募进行中就等你了 全程热烈第十二季 全新回味 清纯大气 可爱 性感 各种类型的家伙 各个好看 还有四大战神又回来了 双击评论 我这二来岁 眼睛快晒时了 都得给我老脸干净 新天假第二现场 带给你意外冲击 想看不一样的全程热烈 就在本期 好 看着我的脸 你怎么会突然害羞 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昏了头 我知道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 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 你会懵懵的害羞 会懵懵的摇头 会懵懵的说 讨厌讨厌讨厌 太难了 要你爱我永久 梦干你小宇宙 永远要记得 女人本来就很美 感觉自己懵懵大 心里开出了花 快乐就啪啪啪 感觉自己懵懵大 想和你懵懵大 烦恼就啪啪啪 욕 响花 响花 感觉自己懵懵大 恩 apt 自途 gel 感觉自己梦回来 感觉我感觉你怎么会突然害羞 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充分了疤 我只爱我每一天让你不可奔 其实我只是有一天才爱着我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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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东北最阶地季的相亲交友节目 全身热恋 贼东北贼靠谱贼实在 欢迎黑鸡聊所有单身的姑娜小伙 到这来相亲角度下 我们在长春 等你 我想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今天不一样了 因为是我们第十二季正选季的第一期节目 那从我们这个第十二季正选季开始呢 有一个变化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相亲舞台除了我们这个演播现场之外 还设立了第二现场 家里人啊 朋友啊 还有这个街坊邻居啊 都可以到第二现场 也就是说 不是我们相亲的这个嘉宾一个人在战斗了 他有底气了 是的 所以就是每一个出场的小伙子是吧 他们的亲友团都会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来看到我们场上发生的一切 先来感谢一下各位广告金主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感谢金元总苗的大力协助 金元15抗金温宝全苗 金元15抗汉高产一等粮 签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由锦里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提供的港澳豪华五日游 感谢吉他化肥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来自德荣天下集团的朋友们 德荣天下邀您畅想财富新生活 欢迎欢迎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模板品牌对主持人服装的大力支持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军主 今天是我们这个正选季的第一期节目 我想今天上场的这四位小伙子 大家可能不太陌生 都有那么一点熟悉 可能队友的这个小伙子还特别熟悉 我先说这个第一个出场的这个小伙子 他有二十万的粉丝 我觉得我还没等说呢是吗 有二十万人同时都在追着他找对象结婚 他妈妈和他姐姐都在给他打工 他总说他自己有一个重重的口 来掌声有请他 全场热烈 我来自吉林省宋彦市 我的名字叫做王瑞 今天呢是二十九岁 我的爱情圈是快手喊卖我全财 百万粉丝奔我来 找个妹子出对象 绝对让你乐够呛 好 我觉得你站在这我还有点不适应啊 尤其是今天怎么渴啊 不是渴 我这不上一季那个主任的嘛 感觉站了很长时间了 然后这个没有找到媳妇 然后他爹他妈你给他做了一个牌 之后把那牌给我了 你说就他那么也都能找着媳妇 那我唱啥你 然后我就继承他的优良传统 把他这个牌背来 我看看我能不能找他 就这么一个情形 好 五个吉利是吧 对 你先看一下 看一下这十六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 来吧 选一下 好 好 接下来 你根据你的感觉 你觉得不来电的 你可以灭掉至少灭一点的 去楼 好 先来看一下博局的第一个短片 平时都是在节目当中 今天终于能看到生活当中的他 来 一起来 我家是苏文长领的 我家一家四口 我爸在外地工作 这是我非常可爱的妈妈 把他招呼 这是我漂亮的姐姐 然后我自己是做网络组合的 今天给你们看看我工作的时间 快走 这一块就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你们看着背景嘛 很豪华这样灯火痛 你们其实 就是我盆地养子 我每天24小时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亩三分界活动 也不出现 就是做我的恐怖工作 我呢 每天早上九点起床 然后一直到十二点 这个期间都在写段子 中间休息 然后吃过饭 之后会有我妈和我姐一起拍段子 一般都能拍到四五点钟 等会儿说 太阳对我眨眼睛 你就卡了眼睛 把这个时候 你要让我唱歌给我听 我姐说完就会儿子坐着 坐着 然后坐在这儿 你就这样 黑黑黑 我这24小时 基本就是离不开我的段子 离不开我的网络 就连我的四段感情经历 也是在网络认识的 两个处上的 两个没处上的 作为我现在的鸟 你把它制好 都是飞鸟的 你上哪里去 所以台上的十六位女神们 如果你们是三大普通的姑娘 请给主播留留灯提点关注 主播球带走 一号 刘晓宇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晓宇 我的别名叫俯顺兜 我的爱情眩言是 俯顺兜能捞钱 聊闲的小伙别靠钱 我想问一下 一号伯爵 首先来说 外形条件 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长得壮一点 我想问一下 你会建议你的 未来的女朋友 比你收入高吗 我不建议 那挣钱多大伙花呗 那啥建议的 你收入多少钱啊 兜 我能先问一下伯爵的吗 我两三万块钱 那我比你高五倍 都是就是纯色主播 正那些吗 我是一个微商 一个四年的微商 那兜 你在意男朋友 正的比你少吗 我不在意 因为我感觉 太少有男孩能比我 就我不是盲目自信啊 我就感觉 太少有男孩 可以跟我相抗衡的 但是可能会有 但是我感觉 跟我年纪差不多 然后还得符合我的要求 要大个儿 还得长得壮 然后还不能太丑 晚上还得三十左右岁的 你这样的 那你要是再找不着女朋友 那不是心理有缺陷 就是生理有问题 那么老婉 老婉这个病是人生症 你不说 病都敢气上得的 你这么气我 我永远得病 这事 我再永远找不着 好 再来看一下伯爵第二个总体 回来接着 我从小 正找身体的时候 看到了幼我是真惨的 没有办法 有些时候真的是缠大劲的 只能是找朋友 蹭着吃 蹭着喝 蹭着米线麻辣糖 我人生的转折呢 就是从一张一千块钱的欠条开始 我拿那一千块钱的买了一个二手电脑 然后开始接触网络 我有一次无意间拍了一个段子 然后突然间上了热门 一天晚上粉丝就眨了脸上外 从那以后我就把主播当成我一个主要经纪来源了 然后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想段子拍段子 在开始拍段子的时候吧 很多人都瞧不起我 说我半小丑 就我妈和我姐 她都说我默默气 我那时候真的气得也吃不下去饭 睡不着觉 因为为了有些时候为了拍一个段子 每天可能就睡两两个小时 有些时候为了拍一个段子 摔的一个动作 打不出好几次 胳膊都卡清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都不提醒我 不过我就顶着骂声 我就坚持 经过努力 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从几千粉丝 找到现在近百万粉丝 从开始一天挣几十块钱 到现在一天几百上千 我一个人的收入 就可以很好地养活我的家人了 不再让他们吃不饿 穿不饿 我最骄傲的是 连开始瞧不起我的人 到现在都开始羡慕我的 别人笑话是小丑 可我却用丑美化了我和我家人的生活 以前脸受挺多酷的 我看到是四号云冰的灯亮着 我们掌声有请四号云冰 有请 我们问一下伯爵 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中人 要不要请出来 还是直接就交流了 还是请出来吧 好 你喜欢的 我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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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伯爵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中人是谁 一起来看 掌声有请六号拓言 我去问一个想问的问题吧 能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 见不见一个父母在一起住 其实父母指定是得养老 但是我感觉如果住到一起的话 难免会发生摩擦 有些摩擦其实不必要的 我就感觉哪怕住得近一点 不要住到一起 有需要有帮忙可以去照顾 就是真需要照顾的时候 不会不照顾 但是我感觉 如果婚后住在一起的话 会有好多摩擦不太好 好 林冰 其实我是比较介意的 因为就是 因为毕竟年龄不同有代高 再一个呢 就是哪怕你做出 那么一点点的事情 他都会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的眼光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很介意 跟父母在一起住 其实我觉得 就对于这个父母在一起住 我觉得 你想父母养你小 你必须养父母老 而且像我 我爸爸经常在外边 我妈妈一手给我抚养大 如果不是他这么多年的 就是教导我 就是 没按照跟我讲点大道理 人应该怎么活 人应该勤俭持家 我想我可能 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我想今天你们可能都看不见我 可能我现在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所以说如果是真正接生不了 跟父母一起住 把我妈自己放在家里的 再好的媳妇我也不想要 先接触接触 万一回忆 你的选择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的选择 我选择还是 放弃吧 好 谢谢两位姑娘 谢谢 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 伯爵一定是个孝顺的孩子 但是两个姑娘说 婚后不跟父母同住 也不代表姑娘不孝顺 是因为现在年轻人 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时代 想选择的生活方式 毕竟有这个条件 我觉得真正孝顺的孩子 是让父母觉得 生活下去有价值 生活下去能快乐 生活下去很轻松 至于怎么生活 我觉得孝顺的孩子 应该把这选择权 交给爸爸妈妈 对不对 对 不过我觉得今天 我们也挺难得的 看到了 通过短片也看到了 出就是舞台之外的 生活当中伯爵的一面 其实他在做主播 他是努力的 他是认真的 他是用心的 所以他才会有 那么多的粉丝 那么多的人喜欢他 所以我觉得 还是挺敬佩的 希望尽早的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缘分 谢谢燕子姐 好吧 加油 加油 再见 大家王哥 挺好的吗 挺好的吗 怎么这么酱 你 不住处啊 那没人觉得妈好 就在一起住了 觉得如果不跟妈在一起 毕竟讲的那么大的 白来了吗 这个我不懂了 我以为要你渴着了吗 渴着也没事 反正不跟妈一住 就觉得不吃 学美容美发美甲化妆摄影 到长春栏梦学校 长春栏梦学校 学手虔诚热烈 让梦想成真 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放大维码 不但可以报名参加节目 同时呢 也可以了解台上男女嘉宾的详细资料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子了 这位小伙子呢 我再说三个标签 大家猜一猜啊 第一个标签 大长腿 第二个标签 太臭美 我 第三个标签 总挨队 掌声有请她 看看她是谁 全场表演 东北野儿 今晚五十八 有没有梦 有张有张 小文化 好奇文章 中文化 我 赢了 这 小文化 表示 收 大家好 我叫欢阳 今年二十二岁 现在的长存一家物业公司 当一名保安 我的爱情心言是 保安队长会站岗 来到全城 只为你站岗 你这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发型了呢 二零一七新款发型吗 就是上次收官制作呢 我没牵手成功 我就多少输打击了 就是又打针又吃药 三天三宿没睡觉 输刺 他们说发型一变 爱情出现 所以说我才简单 我就等着这次来牵手了吗 要发型一变 爱情出现 我没想踢这个头 爱情还会出现吗 那也对 要想爱情有方向 头上必须有光亮 哎 别溜 来 马上十六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下一周人 行啊 你们先下去吧 这 这花钱顾的是不行 好 那接下来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面一盏灯 没有感觉的 太漂亮了 这咋能灭跑 这孩子啊 我就希望找一个 在大节点上一走 别人都说 哎呀 这俩人还挺般配 我不能让他说 哎呀 这好白菜都像猪拱的 先来看一下 生活当中的黄阳是什么样 一起来看 我是黄阳 集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男子 我现在是一个保安 跟其他人最不同的 就是我太帅了 就说帅不帅吧 帅 你还给这嘚瑟啥 你看 检察来了 赶紧换工作上去吧 我这就嘚瑟这么大一会儿 哎呦我的天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班长不用穿这事的 前两天新下达的命令 刚刚穿这事衣服 但是人是衣服马射案 一样的衣服分随穿的 掩盖不了我这个气质 哎呀这是谁家的吗 这可能是吸来的 你看着我呢 一般我都能记住 还这个工作呢 一会儿我干了四年了 人们归在坚持 现在手底下关两个人 但是也就能管两个了 说话说瓷不带饼 衣服长抬 可能是我这个心肠太善良了 对谁都比较好 从来都不见人 小菜碟 业主的狗我帮着养 业主门前的雪我帮着嫂 业主要是闹息了的话 我还得陪着唠壳 但是业主的女人呢 我是真不安逸 就有一次有个大哥 就给我堵这舞 我事事都没抛了 把我手机掏出来 就怀疑我跟他媳妇有事 看看有没有他媳妇电话 可能是因为我太帅了吧 但是这天生的 避免不了 我家是四平丧聊的 一个小农村 家里边包了两厂多地 自己家有一厂多 完了还有这些牛 爹妈反正一年 基本上365天 基本上天天都干活 说心里话挺心疼的 我之前不念之后 在家也送过一年地 我们家这些牛 我其实也算是一个富二代 就是家底都给这明白 家财瘟瘟瘟 带忙不算 这些都是一钻一瓦 都是我爹妈斩的 你得看我这个人 到底行不行 要是行的话呢 就出个对象 不行的话 来15号金凤 大家好 我叫金凤 来自吉林白城 我的爱情宣言是 苦自己 让自己的花美男 过上好日子 这个 这是什么花样 有印象之前的女嘉宾吗 对之前我们的女嘉宾返场了 金凤 你想说到啥 我想说我是喜欢那个大高个 双眼皮一笑两个酒窝 她头发现在怎么少了呢 就头发往这边撇得特别帅气 现在没头发了 之后她原先还说过 说我要找吃晚饭的 我都记这么长时间了 你不经意间说的那句话 一直伤害她 伤害到现在 她也没往心里去 我心想她能改变一下的 我是为了她好 就没往心里去 咋没往心里去呢 找对象 你不能找花美男的 长得帅宝 不能当饭吃 你看这个人 也没有上进心 我要让别人羡慕我 从哪个方面都得羡慕我 如果黄杨的头发 能够再生出来的话 你觉得够不够花美男的标准 她要是长出来的话 符合 算花美男吗 算 能达到你的标准吗 就是她就有一句话 深深地触动了我 她就总说 说我要找吃晚饭的 她说她吃不了 完了 就那一句话 我就记住她了 所以我觉得不喜欢了 她还没等了呢 我是带人来的今天 但是 我这体子要我可以怕你吗 风里雨里全日恋不如等你 我去第一个等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等评 其实呢 我找对象不着急 但是爹妈着急 这么多年没出的对象 单独一见 小姑娘脸就红 我想找一个成熟一点的 比我大的 因为不用太花心思照顾 女人平均都比较长寿 这样能跟我一起死 我希望找的对象呢 不用太漂亮 不用太有气质 最好是放在家里边放行 自己看着顺心 别人看着恶心 喜欢我的呢 我还不太适应 上感的对我好吧 还不得劲 我希望找一个我喜欢的 因为我爱你 与你无关 你好 灯 我解释一下面证的原因 第一 那个咱俩的年龄差距 太大了 我纪念二十把 要是按岁数算的话 您还管我交据 哎呀 交姐还显着我年轻 然后交姨 我还占你便宜 那就交姐得了 第二呢 就是为什么我灭你等 因为我感觉 两个人要是在一起 往结婚那方面笨的话 找男孩就得找伤透的 找女孩就得找玩够的 因为你没有感情警力 所以你不明白 哪个女孩是对女孩好 哪个是真正爱她的表现 比如说我想要懂 你非得给我洗 我想要男你给我北 我们俩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穿不到一块 所以我灭就等 说得太盖了 交姐 嫌你年轻 交姨 我还有点吃亏 那我就叫大姨姐 得了吧 那你咋不管我叫大姨妈呢 大姨姐都叫了 那你有妹妹吗 我真有一个 但是也比她大 如果黄杨不介意的话 可以介绍一下 但是我接受不了 逢年过节 家庭一聚会 有一个色眯眯 顶着我的妹夫 都是你觉得 黄杨的眼神有问题吗 就是这个眼神啊 就给人那种感觉 就是好比一个女的 特别一壮特别整洁的 站在你面前 让黄杨描一眼 好仿佛是X光一样 里头踹什么都能看见 就是太色了 就介绍不了 我真介绍不了 我反倒觉得 是不是因为黄杨 没触过对象 她不敢直视女孩 所以有的时候 她就迷信着 就幸亏她没直视她 直视我 我跟你说 我这二来岁眼神快晒时了 都得给我老脸干痛红 还咋直视啊 黄杨啊 那既然你大姨姐 都说到这了 你想不想跟大姨姐直视一次 对 就是四目相对 丑她 丑她 我是到你那去呢 还是你到我这来呀 给她丑过我衣服了是吧 这怎么个方法 没我净面打得完有人呢 梁哥一激动心的脸都红了 你没看吗 来 试试试试 你看两红了 五六七八 啊 不行我还怕了 你看 你这儿啊 你看是不是 老头现在目露凶广 我感觉他一会都在打我 眼神不行 目露凶广了 现在一下从痴汉 变成傻人犯了 那能整了吗 对 黄杨 你换一种感觉 你把它想象成你的一中人 行不行 来 再试一把 来 换成一中人 黄杨可就不一样了啊 这脸也红了 这绝也舔上了 这眼睛还卡不上了呢 后头还有巴黎护男神 挑杠杆舞 马上回来啊 你别卡巴眼我怕跟我夹虎 太小了 你说是一中人 嘴唇也舔上了 眼睛也眨上了 哎呀 是不是不一样了 哎呀 眼睛舔的 曾几个时 有一个男人对我说 老头你努力睁开 看着我的眼睛 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 刚才我拼命地 睁着我的眼睛 真得说实话 连我的脸都没放下 太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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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场也说缘分 如果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适合的女孩 我身边的女孩特别多 如果有愿意接受 既能表演杀人犯 又能表演赤汉 还能表演 还能表演 那个 哎 怎么说的 然后那个 没事长联系 祝你成功 杨杨 她手画就手画 让我便宜 吃饺子 帮人家这样 实际上啊 就是姑娘都说 黄杨不管是眼睛色也好 甜嘴唇也好 其实越是这样 她对姑娘 其实接触的时候 她越紧张 反而是挺怯的 是的 其实她是一种紧张的表现 啊 那这第二个短片 我们来看第三个短片 回来之后走 八岁的时候 就能做饭子 跟她拿一俩看家 八包米做的 跟她拿点八包米啥呢 反正给家的 不咋出门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进 不像人家说的 说跟人家说的 闹过出外的东西 没有 太少了 她不像人家孩子 太好 油墙滑掉的 蛮挺实在的 我年轻点 我 我乐打仗逗脑 啥 你还要我当明星 她跟我一点也不一样 正好反正好 她实际挺好 但是她想的事儿多 花崖想的事儿多 她说你说 三百六十行买行都行 她说不是说我大学下来 就非得啥 反正用字力不上学 落到山西那地方了 这部效果挺好的 都被录下来了 到时候电视都播出来了 我看妈妈讲那一段的时候 就心疼了 是不是 确实就是 我爸妈就是 之前 之前我上学的时候 还就也没吃过什么苦 包括到现在 没体会过那种 没钱花的那种感觉 他们就是因为给我攒钱 然后 那个我爸我妈 其实身体还多 我爸身体还行 我妈身体也不太好 之前总跟我操心 我觉得就是 就是把心放款 别想那么多 给我 给他爸妈钱 我知道 给一个多钱 给一个多钱 给我一万两万的 那时候上学还挺 就学习还挺好的 怎么 怎么不想考大学呢 或者说是继续上学了呢 上学呢 就是花钱 就每花一分钱 我都感觉难受 还没少花 然后我其实 我出去挣点啥吧 如果说上完大学 还不一定 就是工作能有多好 我这几年的生活经历 我这几年 出去工作的一个经历 有可能是多少钱 换不过来的 我现在在外边锻炼锻炼 我感觉难的 还是说出去闯一闯去 现在后悔不 没上学 现在不后悔 也不后悔 没有 长这么大也没有什么 让我后悔的事 这一季 当确定这一场的嘉宾的时候 你不硬要来 我们也得硬要来 为啥 我们想知道 七号位的黄阳 在他吊儿郎当的背后 他真实的生活中的她 是什么样子 我们想知道 在黄阳这甜嘴唇 色眯眯的眼光背后 真实的她 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你来了 这一切就呈现出来 是的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 黄阳生活中 不是色眯眯的 甚至她对女孩 有这种胆怯紧张 惧怕跟女孩近距离接触 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黄阳 是这么孝顺 她曾经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是那么的好 我们更知道 身为一个保安的黄阳 有着怎么样的抱负 怎么样的理想 今天的你很真实 学好一季之场 买车买房有希望 长春栏梦学校 学手全程热恋 让梦想成真 感谢位于沈阳华府新天地 二期负一层的勤进婚恋 为全程热恋辽宁省嘉宾 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呢 我再说几个标签 他说自己是终结者 第一个标签 第二个标签 他来自长春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巴里铺 你看看啊 巴里铺因为全程热恋 已经成为长春市 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了 大家敢不敢再大点声 这景点叫什么名字 巴里铺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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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标签是 他的代号是 Z 掌声有请这位小伙子 全程热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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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赵棍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吉利省长春市巴里铺 我的爱情劣是巴里铺 中菜妹 爱水果 我是巴里铺男神 终结者 好 来 先来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选一下一中人 来 接下来赵棍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面一盏灯 接下来赵棍 来 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的配套景象 寻找巴里铺男神 这不是找我的吗 大家好 你还静止我 巴里铺男神就是我喜欢的 姑娘你别躲 把他哥拍新娘了 是不是要找粉厂啊 哥你别走啊 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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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巴里铺男神 这不是在找我吗 巴里铺谁不知我是巴里铺男神 我就是那个长得帅 会卖菜那个巴里铺男神 我叫李扬 还没有喜欢我的了 咋的你还想回去啊 卖菜 呀 寻找巴里铺男神啊 我不就是巴里铺男神吗 哈喽大家好 还记得我吗 我是赵棍 我的爱情圈是 巴里铺种菜卖水果 我就是巴里铺男神终结者 快来来来来来 进来大家来给我看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我家的水果摊 是不是要比李扬家的菜摊呢 要豪华的很多 走别整个圈子 出去喝酒了 干啥去 喝酒去 好 之前吧我在台上 我就坚决反对比赛里 这次呢我还不给 就不给 说得你的运框啊 你说得我非常赞的运框啊 就是我俩 就感觉出了位才得给我点 是不是 那不说也是 反正这么算 你取得起来少算二值吧 陪你四 陪你四十年 一天才够十三块七毛钱 十三块七毛钱 你能卖啥呀 你连些股杂子买不了 所以说彩礼得给是不是 合适 还有一件事情 要跟十六个女嘉宾说一下 我有女闺蜜 而且还不止一个 希望十六个女孩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灭灯 对 我赞同啊 谁没有两个异性朋友 俗话说的好 要想健康又长寿 抽烟喝酒吃肥肉 晚睡晚期不断练 多余异性交朋友 你们把你们那个女闺蜜给我介绍 我还没有呢 平时不卖菜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钢管舞 是不是提到钢管舞台上的女孩们都想灭灯呢 先别急 钢管舞呢 其实是能展示男士的一种力量的舞蹈 台上的女孩们 你们有来敢尬舞的吗 我刚才看那里 杨阳他们几个都凑齐了 他们是来了没 来了 我的亲友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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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第二现场的是吗 对 哎呦 今天这几位巴黎富男神凑齐了啊 都在第二现场呢 我太心疼了 我心疼了 不得不得不得不 十六号江旭 江旭你好 你说敢不敢来尬舞的 我敢 那能不能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钢管舞啊 让我先看一下 都在想看吗 你是 你是敢跟他尬舞是吗 对 那我 那我 但是我想先看一下他跳的钢管舞 在我的经历当中 我没看过男的跳钢管舞 就是在就是非常近距离的 这我这孤陋寡闻了啊 在我印象当中 我一直认为钢管舞只限于女性表演 而且赵坤 你站在那那么久 身藏不漏啊 他是舞蹈和杂技的结合 就是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是大家都想象不到的啊 然后 他是特别需要那种 力量 需要臂力和那个腿力去相接合 才能为大家呃 呃 呃 一段非常好的钢冠舞 好好好 然后我准备 准备一下 好好好 这巴里富男神这钢冠舞 巴是相当不错呀 姑娘下台尬舞 那更是舞魅动人呢 这第二现场 还有意外状况发生 回来呀 他们接着看 Ran 龙面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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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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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when the fears are cold Don't leave me asking for more I'm a sexy mama I wanna get what I wanna I wanna do something to me All the things that I told you You been saying all the right things all night long But I can't see too much I can't come up on this beat I can't allow the flow I don't think you know I'm gonna get a loosen up my buttons I wanna do something to me I wanna say what you gonna do I wanna do something to me 哎呦 这可真成为尬舞了 来 那咱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赵坤的第二个短片 赵坤正好换一下衣服 好吧 好 按照环节 现在应该播放的是短片二 情感经历 那么在这里 我想对所有给我亮灯的女孩们 说一声 对不起 向你们提一个无理的要求 希望你们把灯灭掉吧 因为我今天想要向一个人表白 这个人此刻正坐在 戚友团的演播室 看着我 没错 琪琪就是你 哎 我就骂呀 哈哈哈哈 我一下 你们都知道是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就是琪琪啊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其实第一次见到你 就喜欢上你了 乖巧 爱笑 不多言 却非常细心的女孩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过马路 你总会提醒我看车 你说你喜欢唱歌好听的男生 因为你唱歌爱跑调 你说我跳舞很厉害 你吵着要跟我学 你说觉得男生送花很帅气 因为你还从来没收到过男生送的花 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曾经假装地开玩笑跟你说 我们在一起吧 但被你拒绝了 之后我就抱了全程热恋 也许还是心里放不下你 也许冥冥中又给了我一个向你表白的机会 我今天准备的这一切 真的我不是说的骗他呀 或者怎么样 就是真的想让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真的是想让他知道 他在我心目当中有多么的重要 我建议这样 能不能让赵坤到第二现场 去跟女孩先交流一下 赵坤你的意思 我也想去第二现场 就是无论他接不接受 我都想再争取一下 就是能让他听我说完这段话 我们希望你能拉着奇迹的手 在这里出现 加油 来导演过来一下 再让他多了 好 好 此时这第一现场乱作一团 我怕他经受不住 他估计百分之一千都不能上了 就是不给他面子 你想啊 到死那天 你可能娶别人 赵坤轮番礼物轰炸 这能否打动姑娘呢 咱回来呀 继续看 现场做一下调查吧 觉得今天能成功的我们举手看一下 能成功的举手看一下 小伙子 小伙子你说说你为啥不举手啊 感觉不爱出不爱出不给他面子 感觉 九号呢 燕琳觉得 我感觉本来那个女孩她就不知道 然后突然这个惊喜 我怕她经受不住 她估计百分之一千都不能上了 你说出来了你还有点胜算 不说出来 这一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暗恋 你想啊 到死那天 你可能娶别人了 玩这时候临到死那天 最后一眼你就说哎呀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那姑娘 我没去表白 你心里得多亏定了 加油 我们和现场今天所有的朋友一起 放大着 这个其实是很冒风险的 这个新出戏是不是 这笔静才能说 有人爱妖爱 我们要这个就什么 你们爱妖静才能找到 我们想 Kre multiply 我们 Judas 我希望下辈子我能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许丹琪 我还是能看见你 然后我还有一个礼物 好 好 拥有那平凡的幸福 荒野的珍珠 不如也你的珍珠 对我深深合乎 我想我是你的公主 你学着多年的珍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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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兄弟先生 我就没有什么说的 就是下来吃饭去完事吧 就是为了上来混做饭去 对 那杨杨啊今天你们都成双入顿 神雕侠侣似的了 你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这感情啊你们俩 打算那个明年吧 明年结婚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将会获得 由吉利省环球国际旅游社提供的 港澳豪华五日游 我多幸运 在最美的年期 遇见你 你让我们和环球国旅一起旅行吧 快走 快走 快去 本栏目游民一整形冠名播出 感谢波浪化妆造型美人学校 对嘉宾和主持人的造型支持 感谢吉利省环球国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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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我方男来自班城 我的爱情确言是 全程热恋第一高 取个媳妇给洗脚 啊 啊 你先告诉我说拿那个什么东西啊 那是 我家洗脚盆 洗脚盆 啊 洗脚盆 啊 啊 牵手的洗脚吗 要不都不信 就今天牵手成了 当场就给洗 是不是王楠 啊 对 如果牵手不成咋找 拿我一文 那你搭着 前面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下一中人 好 那接下来马哥根据你的感觉最上次展开 来看一下 王楠的第一个短片生活当中的下来比赛 没错 我就是盗宝追火的我是你们的马哥我又回来了 来到盗宝 必须上我家尝尝烧烤 不尝尝烤 你都白来了 我跟你说马哥这手艺我可以喝老外了 走着你进入吃吃起来 这是我妈生高玉米就是我 这是我爸生高玉米八十八 我们家全是大帅 我爷是康米圈超老兵 我爷那边我爷是盗宝第一高 我爸那边我爸是盗宝第一高 等到我那边呢我是盗宝第一高 没错我们老王爷是盗宝第一高 老王爷就是盗宝有盟那大个美男子家住的 我们最近大家都住的一个院 我家就是靠种地和经营稍后店卫生 往来小时候脾气暴 脾气暴脾气也不太好 上学的时候跟同学之间 那同学那里的都给他下出三道命 直接干退学 你现在台上你家你说的脾气暴 现在吼入锅呢 喂我问点事 咱俩出去一样我是不是给你拧过包 那我爸没了 是不是给你洗过脚 脚了爸妈 你行了没事了 咱不干好了 你看看这是真的吗 我出去一样真给对象拧过包洗过脚 我这都不算啥其实 我还背过对象上个五楼呢 这都拿着车上是白的 你干嘛 我咋不干活呢 这不正干呢 严重又要动地了 还得干活 这一块老板家地 凉上多 去年还包了巴掌 没想要干没了 现在都是好了 机械化了 你像以前了点点啥的都得靠你走 一天得走个十里八里地 马上回家的脚都得起泡 这地里边活我啥时候都会 现在说这么多我就等我吧 白天忙完地里那活 晚上还得回去整好好 你忙忙到下半夜 虽然是累挺 但也不感觉委屈 这知足吧 又能替我父母分担点 这也是挺好的 因为我家也就我的一个孩子 反正那个台上台下 这一嘎一块 我就可是摆的呢 你们都信是我是不是 我还不认识你们的 有啥想问想说得赶紧聊 大家好 谢谢 想问一下咱家稍后地 学不学服务员啊 要钱吗 不要钱 白干 你寻的好了吧 寻的好了 是不是干几个月 能不能升职啊 就是晋升老板娘之类的 那个我家不学服务员 我要自己找老板娘 我要自己找老板娘 就这意思 再有一个 我这个店就是想给我父母 11号 王小凤 这个 马哥你看我身高行不行 那个 身高没有要求 1米6到1米8都行 我正好1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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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一下啊 你家 肯定不好来的 上乘凉过呀 喜欢他什么 这个劲儿就喜欢 不是 在你眼里 马哥的这个劲儿是什么劲儿 直啊 特别直 这个劲儿就咋着你喜欢呢 说不好的喜欢 这个劲儿就喜欢 就是挺得意的 谢谢老板娘 你用独特的眼光欣赏我 谢谢 刚说我说你挺有勇气的 这是真天的 好 这是第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我找最高的标准呢 对身高没有要求 1米6也行 1米8也行 年纪呢 稍微比我大一点 然后 我是熟悉的 不能找苏果服的 不要太胖 最好是性格上能管得着我的 对 像这些小蜜羊似的 一边不拉近一点 然后我这个人出了一辆钱吧 就好像劲皮子 蜜羊似就像 就像我钱了钱了你 不钱了你吧 看你不是呆的吧 我心也不得劲儿 你要是不搭理我吧 我就一直藏着你 给你整生气咯 你过来搜两下 哪怕你才打不着我 不知道我才得劲儿 就是上完节目吧 有很多那个老妹啊 就是叫我微信 就说喜欢我 还有那个两个来上我 上我价来找我 找我那个 当面跟我表白的 家里边跟 跟全一组 也有个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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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吧 就是刚开始 乱全联练没几期的时候 那段时间 我就有点飘了 那家伙 你看这回 有不帮我来的吗 再会走在大道上 走认识你 那飘的 那程度 我就跟你们说吧 就是你要那时候 跟我说话 这不全联吗 我连累你都不累你 等到那样 不愿意累你 然后等到没多久 往直去跟我说 老马你是不是有点飘了 现在说话 比以前那个老牛了 刚开始来的时候 刚开始来的时候 师叔说话那多和谐啊 现在这说话 跟你说句话 你得吃了一半天 那咋的 飘了啊 或者我这回家一和谐一和谐 也是那个事儿 其实自己还真正 不是什么名人 就是上全联带来找个对象 慢慢的我就往回收 等我收回来的时候呢 往直飘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前辈的身份 警告台上十六个女嘉宾 你们既样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到时候千万别飘 别像我那点 对于一些个谩骂呀 还有喜欢你的人呢 没有平常心对待 记住自己来全联带是干啥的 真正的目的是啥 那个不要忘了出息 正经办法找个对象 那才是真格的 然后谁要是把对象领家去 马哥就给你双击评论666 13号李爽 马哥你这灯是不是灭走了呀 我上个短片我就想说了 你家开烧烤店呢 然后我家也开烧烤店呢 你说咱俩凑个凑个在整个店 在整个烧烤店 那岂不是更好啊 跟整啥没有关系 不找胖的 不找熟狗的 稍微比我大点 你看你站哪个 胖的这玩意儿也可以瘦啊 我现在减肥呢 就减一个月瘦十多斤 我怎么继续减一个 你瘦十多斤呢 我也会瘦的呀 是你可以瘦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你灭了 你说你咋整 那你完了回来 再来一遍吗 不可能 再来一遍也行反正 我同意 其实胖的点也没啥 其实胖的体格好 身体好 驴爽我觉得他灭灯了还这么坚持 实际上他就是一直对你关注 还是挺喜欢马哥的这种性格的是吗 对对就喜欢他那个 用我爸的话说就喜欢他那个欢喜劲 你爸也喜欢他 对就喜欢他 这小的咋 这虎头虎脑里呢 1号灯 你现实生活中跟别人说话也这么处觉横丧 像吃炸药了似的吗 你肯跟谁啊 早老是不成人的话我指定不能别人 驴爽你刚才认识多少时间呢 没认识多少时间呢 也没认识啊 就是不是看他 是你小朋友 因为人面子上 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是我都看不下去眼了 也一个女孩 你怎么能这样 小伙身高穿肌肉 马约跟他比不错 尽量两米 老王大哥头一次显得好苗角 小伙条件太马赛 台上姑娘强起来 他已经刚才说了 喜欢我对不对 有我出现了就不一定了 我结婚彩礼是50万三斤一个老 我一分主要 完了我还能陪同坐楼 16款美女小伙能更得意的 你看完下期全程热恋 你就知道了 哎呀你打什么电话呀关键时候 不会委婉吗 不会就是直接 我就是这么直的人 这么实惠的人 但是刚说不说 我那个挺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这是实话 这是实话 其实兜给你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兜的年龄在这儿 他也经历 他可能也经历了 你曾经经历的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他讲的很语重心肠 首先我感谢一号我姐 那个这么袒护我 但是这个马哥刚才短片里也说了 之前是嫖了 但现在不又嫖过来了吗 是吧 哎呀李婶儿啊 你就爱一个人爱的没有辨别智慧的能力了吗 爱一个人爱到这种地步了吗 你就爱一个人爱到这种地步了吗 你现在还别生气啊 你再好好说 祝你和你男神牵手成功 谢谢我姐 你头把兜给气的 是 兜啊你还年轻 再经历两年你就知道了 人两口子干账 咱哪少掺和 大哥啊 你得看出来一点 兜说这个 我觉得这是朋友对你的忠告 真的是这样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实话实说 确实是有道理 对 但是说我确实就是一样 因为我 可能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其实咋说呢 就喜欢一个人吧 就没有道理了 就是爱是自私的 真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他 就是那个 说话那么冲 脾气那么倔 其实我脾气也倔 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孩子 我爸也惯着我 但是咋说呢 就是他一说话 我就不想说了 我就想听他说 等到他不说的时候 我让我再说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爱让他怼他 这要喜欢上 这就是没处说理去啊 来看第三个短片 回来之后 我男的 在前生日恋 出过对象 领过来 也得 也得四个儿子 像你大爷他们 都没有 没有儿子 对你这一个男的 也得希望 就寄托你这身上来 要有个书记 给你留呢 留你结婚用 另外也得 津贴钱都给你掌子 留你结婚用 也得 最后希望也得 现在八十五了 对着年 年慢了 年老了 完了 现在 哎 就等着你那个 抱着冲村子 最后希望 你 你完成爷的心愿吧 看完马哥这短片 然后马哥 这情绪有点变得 我感觉 马哥是一个挺孝顺的人 是一个挺真性情的人 我想说 我想做你爷的 我这个灯已经 我说 哎呀妈呀 你来了 自拍对口型 这么吵你敢吗 毛罪的 拍的 穿越的 摇滚的 热倒的 快把你的视频传过来 我们要找的大明星就是你 扫码扫码 哎呀妈呀 你来了 综艺主持人 招募进行中 就等你了 好